婚内抢走闺蜜情妇 国王为她放弃王位 为此有人骂她是个有野心的拜金女 也有人羡慕她是浪漫爱情故事的女主角 那么她的人设到底是玛丽索还是绿茶女呢 在巴黎的一次宴会上 辛普森夫人曾当众炫耀 虽然她想试着和许多女人发生性关系 但他们没有人能满足她 而我是唯一能满足她的女人 在乔治六世的妻子伊丽莎白眼中 辛普森夫人是个 见得不能再见的 淫荡无耻的女人 不要随便质疑这些的评价 因为伊丽莎白真的对她心中 葬得无比深邃的阴暗动若观火 1935年 在爱德华王主坚持 要举一个二婚女人的坚持下 法国王是派人调查了辛普森夫人 发现了她不堪的过往 包括涉毒 淫乱的黑历史 这些过往情史 就是为什么只有辛普森夫人 能成为满足爱德华的唯一人选的原因 毕竟做什么事 都是需要投入时间去大量实践获得经验的 辛普森夫人 原名叫贝西沃利斯沃菲尔德 1896年出生于美国 辛普森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氏 由于她是个名副其实的私生女 烟策也没有受过洗礼 十岁时她进入一所女子学校 发奋地学习所有的知识和技能 十二岁时 她母亲改嫁给了一个肥胖酒鬼 沃利斯很看不上这个新父亲 于是她按下决心 她未来的男人一定要使人中龙凤 十六岁时 沃利斯在亲伯伯所罗门的资助下 成功进入了当地最贵的女子学校 她很享受与当地富上的孩子 在一起时的感觉 不管讨论什么话题 她都很积极 毕竟讨好时她笼络人心的杀手锏 18岁从女子学院毕业后 她凭借好人员和好相貌 幸运地从500个女孩中 作为被挑中的49位女孩之一 参加当地最高档次的社交舞会 为了在这次活动中大出风头 她软磨硬泡说服所罗门博报 给了她20美元经费 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足够她买30件衣服布置 但是握力私用之笔钱 全部用来定做了一件高档晚礼服 经历一场又一场的聚会 她也开启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势 她很享受被人追捧的过程 而且从不怕被别人说三道四 闻名世界的辛普森夫人 不过是个不折不扣的荡妇罢了 1915年 她陪同表姐到海军航空中心基地散步 偶然与英俊的航空兵飞行员 鄂尔文菲尔的斯潘塞结识 她凭借自己的脚侠和时不时流露出了娇羞 成功俘获了飞行员的青睐 后来两人陷入了爱河 并于1916年11月结婚 她对自己的丈夫很满意 年轻帅气有多金 但是她很快发现 被骗到的人是自己 婚后不久 她才发现她的丈夫是个酒鬼 与几乎如出一辙 慢慢变得粗粗肥胖 但是沃利斯只想成为受欢迎的社交达人 而且她跟很多军官都有暧昧关系 后来温被调派到中国 沃利斯也跟随来到中国生活过 她对新的风景很感兴趣 每到一个城市都能在当地的社交圈 混得风生水起 许多有钱有势的男人 都曾败倒在她的裙下 她倒是来者不惧 为了寻求刺激 沃利斯还曾参与贩毒与赌博 甚至还曾在香港的高级妓院里 学过床上技巧 1926年的圣诞节 沃利斯在纽约的老朋友家里参加聚会 正好认识了 来自英国的欧内斯特辛普森 辛普森是做船只买卖的成功商人 虽然她已经有了妻子 但是并不妨碍和沃利斯开始交往 1927年10月 沃利斯出手阔绰的 索罗门婆婆心脏病去世 500万美元一产中 只为她分了价值1.5万美元的股票 这让她十分不满 认为受到了极致大辱 为了傍上辛普森这棵大树 她立马和飞行员离了婚 与辛普森重续练情 为了配合这对肩膚淫妇无聊的出轨把戏 辛普森的妻子很贴心地提出了离婚 两人在英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但这并不代表沃利斯可以高枕无忧地做阔太太了 辛普森虽说家境较富裕 但也勉强算个爆发户 没有任何贵族血统 门第并不显赫 几身上流社会无异于吃人说梦 为了提升夫妻俩的社会敌位 沃利斯频繁参加各种聚会 通过自己的魅力和交际手腕 迅速打入了伦敦上流社交圈 吸引了一众名流 其中就包括爱德华王主 爱德华是英国国王乔治武士的长子 1894年生 16岁时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 他长相英俊 平易近人 深受民众爱戴 同时他也与自己的父亲一样 生性好色情妇无数 尤其对年龄稍长的已婚 或者离婚的女人青睐有加 一个离过两次婚的女人 还能让王主为他放弃王位 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此时他的第二任丈夫 辛普森的生意开始一落千丈 家里入不敷出 而沃利斯已经厌倦了 辛普森对他挥霍无度地说教 基于寻找另一个权贵名流依父 只要他想就总能做到 1931年 沃利斯与爱德华的情人塞尔玛 成为了朋友 两人以闺蜜相称 但是沃利斯却在各种聚会中 勾引爱德华 聚会总是会眷顾有准备的人 一次塞尔玛外出去纽约旅行 沃利斯便自告奋勇趁虚而入 在这段时间彻底取代了塞尔玛 成功拿下了爱德华 他会为所有他爱的女人当奴隶 完全依赖他们 这是他的本性 他是个受虐狂 他喜欢受人折磨 被人贬损 他渴望别人那样对待他 在他们交往的最初阶段 沃利斯非常懂得释放公爵的情绪 迎合他的授月需要 经常奚落他 辱骂他直到他眼泪汪汪 在沃利斯还是辛普森夫人的时候 他便会用尽各种手段 铲除了爱德华其他所有的情人 当时的爱德华王主 一心想的只有娶辛普森夫人为妻 不仅改变了抽烟酗酒的恶习 还为他拒绝了一位完美的公主的怜姻 但是显然辛普森夫人的过往太无惠不堪了 法国王室是不会允许未来的王主 去正有一个女人作为妻子的 于是 1936年12月11日 英国国储爱德华巴士发表了退位声明 而辛普森夫人 得知爱德华为了自己退位之后 不仅情绪失控大哭大闹 而且衰乱了很多东西 退位后的爱德华巴士 变成了温莎公爵 地位一落千丈 随之而来的是 辛普森夫人的各种抱怨不休 没错 他在乎的只是爱德华王主 和爱德华巴士国王 而不是一个放弃王位的破公爵 婚后 辛普森夫人尝吧 我要离开这里和离婚挂在嘴边 而温莎公爵听到这些话 就会像婴儿一样大哭大叫 甚至用自杀威胁 恳求辛普森夫人不要离开他 晚年 辛普森夫人对温莎公爵 更是没有任何温情可言 只有变本加厉的冷落和谩骂 在温莎公爵生命的最后时光 辛普森夫人甚至都不愿去看他一眼 他的心中只有权力和财富 没有任何感情可言 直到爱德华去世时 他才为了避免落人口誓 握了握他的手 没有一丝难过和悲伤 所以禁欲其外的背后 可能只是一地鸡毛的败叙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想听什么名人故事 不妨评论去告诉我 咱们下期再见了 9 9 感谢观看